说出了台湾国语被校台客 因此呢现在为了改变这个台客的形象 她开始学习speaking english 台湾小姐刘子轩一袭粉红色旗袍 走进英文教室 马上成为众人注目了焦点 编辑先秀一段英文自我介绍 My name is Tracy I see that Tracy 为了摆脱台客形象 就算刘子轩被吐槽也不放弃 再参加单字发音测验 只不过讲英文还是有股浓浓的台湾味 Your mouth is very beautiful 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老鼠 好老鼠 嘴巴怎么念 帽子 T-H-I-C-K Thick Thick 来 子学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吗 它里面是Thick I-C-K 天哪 另类的台客风格发音 把后讲成男生器官 把嘴巴讲成老鼠 这怎么摆脱台客形象 老师马上加常训练 Th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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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子 如果没有了声色都变Thick 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进步的很快呢 台湾小姐卖的演出 让同学实在很感动 献上一触鲜花 为她加油 谢谢 牛仔细人最近被外国厂商向重代言 加紧学英文 能不能摆脱以往形象 恐怕还得多加努力咯 东西新闻陈嘉宁 陈振栋 台中报导